随着2020美国总统选举的日益临近 美国国内充斥着所谓 俄罗斯干涉大选的声浪 当地时间25号 俄罗斯总统普京提出了一个 可谓是反手围攻的建议 他呼吁与美国达成协议 重启两国在信息安全领域的关系 互不干涉对方的内政 一时间有不少美国媒体 用网络休战一词来形容俄方的建议 然而这一善意的建议 很快却遭到了华盛顿方面的拒绝 据路透社报道 克里姆林宫25号发表普京的声明 呼吁美国与俄罗斯达成协议 保证不通过网络干涉对方选举 普京的声明表示 俄美需要互相承诺 不使用信息技术和高科技在内的手段 干涉对方内政 包括选举进程 不过这一提议很快被美方一口回绝 而中国则再次躺枪 据美国纽约时报报道 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 约翰·尤利奥特在回应普京的 这一提议时旺称 当俄罗斯 中国 伊朗和其他国家 试图破坏我们的选举程序时 我们很难认真对待这样的言论 这一提议可能是为了在美国 进一步制造分裂 2020美国总统选举在即 特朗普却深陷困境 首当其冲就是如何应对 新冠疫情对美国的冲击 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27号的统计数据显示 美国累计新冠确诊病例已突破707万例 累计死亡病例超过20.4万例 而截至北京时间27号的11点 美国佛罗里达州已有超过 69.5万例新冠肺炎确诊病例 这是继加利福尼亚州 德克萨斯州之后 美国累计确诊病例数第三高的州 然而佛罗里达州州长却宣布取消 全州范围内所有商业活动限制 这一决定引发医学人士的担忧 就在疫情肆虐的当下 美国商业内部网站 政客新闻网站26号却爆出 美疾控中心3亿美元资金 被特朗普政府用来制作广告宣传片 教导民众如何击败 新冠疫情期间的绝望情绪 民主党人正在对此展开调查 他们认为这是选举前 由纳税人买单的政治广告 另据报道 美国东部时间9月26号下午5时 特朗普在白宫发布会上正式提名 保守派法官艾米·科尼·巴雷特 为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 接替本月早些时候去世的 自由派最高法院大法官 路斯·巴德·金斯伯格 据悉 巴雷特现年48岁 2017年获特朗普任命 担任设在芝加哥的联邦第七巡回 上诉法院法官 多家媒体将巴雷特描绘为保守派人士 因为他支持广泛拥枪权力 支持对非法移民采取强硬措施 持保守宗教立场 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终身任职 如果巴雷特的提名 在国会参议院获得通过 他将成为美国历史上 第五名女性最高法院大法官 同时 最高法院九名大法官中 保守派将占明显多数达到六人 由于选民抉择 甚至可能出现的大选判决 都与大法官任命息息相关 因此 美国媒体分析 特朗普的这项提名 可能左右美国未来 几十年多项政策的走向 而且将给今年11月的大选带来变数